他今年31歲 他連被人利用的機會都沒有 第一,我不會利用他上床 因為我不想利用他 怕麻煩 第二,也不需要利用他 因為他手裡很長,我寧願去買 你想想,一個人連被人利用的機會都沒有 他差不差 他的愛情根本上是零分 你連被人利用的機會都沒有的話 那你說你真可憐到哪個階段 難怪你沒有拖泊 多節套 除了說節套就沒有話說了 連利用你都不用 你真可憐到哪個階段 這次黃先生,我覺得 第一,特區政府蠢,走慢一步 如果特區政府走快一步 但他也不會讓你這樣做 如果特區政府走快一步,故事不會這麼寫 特區政府只會說這是一個偉人 特區政府覺得我們需要為他的離世而去感觸 但不會搞到這次這麼大的事情 就是中共一發現這個漢人 還要救了幾個藏族孩子出來 他就算這次不是夠藏族孩子 他也故意欺負幾個藏族青年去 喂,八萬檔,多分兩包牛奶給你 說他拔你出來的 哦,麻煩你啊,sir 他都死了,死了沒對職的,小朋友 對不對? 這次黃先生,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中共的利用手腕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大家不要相信傳媒 不要盲目相信傳媒 以前我們會覺得傳媒是一個力量 我們會這樣想的 香港的傳媒,國際的傳媒 但是現在不會這樣 大家千萬不要想這些 尤其是香港的傳媒被人買了 是,阿水哥 你知不知道世界最大的傳媒CNN 是誰買了? Fox,是嗎? 是啊,Fox,第數是哪裏的? 不知道啊 華立,是嗎? 是啊,你知不知道華立有一句說話是甚麼 電視是帶來人歡樂 哈哈哈哈 看新聞也很歡樂 所以現在CNN的新聞你見到很多 因為新聞的價值是何語編呢 可以是真實性 那如果新聞的剪過或者挑選過 新聞的價值就不是來於 要你入屋開心的話 那它就沒有了價值 所以我最近最值得看的電視節目是這個 食肆論壇 嘩,食肆論壇一點 你沒剪的 大家不要看什麼 不要看無線的版本 無線的版本 要是看收費頻道 要不然就上港台下載來看 是 因為現在你發現 在無線播過三十多分鐘裡面 是 謝智峰就沒有那麼困難的 是 然後你試試到她說 一到狀後面那段時間的時候 嘩,上次謝智峰失墮痰為諸 超級 是嗎? 是啊,你要看 就是要看地就要看這些版本 嘩,城市論壇應該成為香港一個文化遺產 大家要好好保護它 哈哈 還有有機會大家出去走走走 拍個拍個拍 我們是不是應該 哈哈 我們都是一個城市文化遺產 我們都算是 誰敢說這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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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如叫 我們牛醫生與狗護士 我們掛個拍子 哈哈 我老實說 開台 我自己覺得 開台是東南亞裡面 唯一一個網上電台 夠膽 將我們 我們這個節目轉載 還有 將其他人的節目 不剪一刀 放上去 開台 我覺得有一件事要讚他們幾個大佬 即是幾個大佬 那班大佬 有這樣的勇氣 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亮度 有人有這樣的勇氣 沒有這樣的亮度 有這樣的資源 沒有這樣的氣度 但他們有這樣的資源 也有這樣的氣度 我很尊重這幾話人士 即是他真的很開闊 不剪一刀就放上去 等於阿士今次 播這個金像獎頒獎電禮 都明白不剪 沒有廣告 沒有廣告 他迫我才迫 這些就是亮度 人家還打勾你無線一巴掌 請你那個什麼姐去 什麼姐 無線的 幫人家姐 不是 無線的老闆 樂易寧 請了樂易寧去 樂易寧 坐在那裡 給了coast樂易寧 你有沒有這樣的亮度 無線沒有 都算了 阿士應該在收拾 阿士不會收拾 被人申請清判 阿士是中共資金 現在就是不支持他 阿士怎麼會不支持他 香港不能夠得無線一個喉舌 中共一定很清楚這件事 中共一定很清楚這件事 即是中國不會令到 阿士這個機構突然間沒有了 你想想 中國開放改革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你多登六四這樣的事情 沒有阿士這些喉舌 說回另外一番說話 真可憐 現在是無線的 無線聽他說 無線聽他說 鬼 拍些東西出來 這件無線 他不敢說 即是他不是不說 他是不敢說 不敢說 就變成沒有了 沒有了就很好奇 找其他資源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阿士不會釘蓋 你要放心 100%不會釘蓋 大家不要去到盲目相信這個媒體 現在很多國際媒體都被買起了 CNN也是 這個BBC就更加不用說了 官方無線來的BBC 至於日本的NHK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相信新聞的話 大家要多留意一些網上的小型報道 現在其實網上資訊反而是比較好 是啊 真實 有人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現場可以打上網 是啊 現在大陸真的方便到 手提電話 都已經可以立刻把東西放上網 根本就 還有他的網絡覆蓋很廣佩 是 即是個個都阿波特氣 我想先說 現在新聞的力量已經是來自 無國界多元化 無國界多元化 即是種族 無國界無種族的多元化 在哪裏做到呢 Youtube 如果Youtube被人買起了 就沒得說了 如果Youtube還是維持現在的獨立性 即是除了放鹹東西之外 哈哈 我覺得很可惜 其實在新聞裡的價值是很大的 我覺得Youtube應該多點鹹東西 我覺得是的 因為很多新聞都很鹹心 我覺得 現在唯一我覺得獨立的媒體 還有力量的是 很多媒體你根本不用看 第二個就是半島電視台 它還能夠容忍很多的新聞 在當中發生 非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都可以容忍到 我覺得它也有個量度 好 說到這裏 好 大家 我們今集最想說的就是 不要盲目信新聞 拜拜 拜拜